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 必然遗留下来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说起山东 李一之邦的名号非常响亮 从春秋时期便是文化鼎盛 孔子 孟子 荀子 都与山东有着很深的渊源 我们都习惯把山东称之为奇鲁大地 殊不知在山东大地上 春秋时期还曾存在过一个圣基一石的小国 那就是举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秦子 我们严寒现在旅程来到了山东日照 山东呢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 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留下了很多典故 至今都让人回味 我一直对日照的举线特别的好奇 在燕国公旗的时候 为什么只留下了举 还有吉墨两座城 这个举城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今天呢就跟着我的脚步咱们引起 去转一转现在的举线 然后去了解一段千年前的故事 春秋时期 举国的国势非常强盛 不断地与齐国 鲁国 晋国会盟 对周围的小国进行征战 到了公元前686年 齐公子小白 在豹树牙的保护下奔逃举 避乱 次年呢 鲁国伐旗 小白便回到了齐国 小白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齐桓公 举国人对齐桓公有恩 齐桓公也知道报恩 这就是勿忘在举 这个成语的由来 举国是山东东 中央中最强的国家 春秋大事表里 就曾经叙述过 举虽小国 东央之雄者也 或许说到这儿 你还是不太了解举国 但你也许看过芈月传 在芈月传里 蒋心饰演的举姬 就是举国的公主 举国不仅曾经国力盛级一时 在归属齐国之后 也多次出现在史书之中 公元前284年 燕将越义发齐 在齐都林兹被攻克之后 秦敏王便出逃 奔向举城 次年便被陈下所杀 齐子法璋在举 被拥立为湘王 率领众人 聚守举城 以居越义 越义连续攻克了70余城 唯有举和吉墨难以攻克 直到田丹 用火牛阵打破燕军 湘王才能守住举 而忠于复国 一个小小的举城 最终成了 齐国复国的最后一块阵地 悠久的历史 丰富的典故 也让举县 遗留下了无数考古的珍宝 举县古城堡 遗址达到了十几处 古遗址 古墓葬 已发现了1291处 挖掘处有价值的古物 更是不计其数 如今举县也在兴修古城 无论如何 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也希望人们 能够记住千年前的往事 整个举县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安静 但是呢 历史气息已经不是特别的浓厚了 不管怎么说 举县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有利益的地方 大家觉得举县现在怎么样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 多多美数的节目 拜拜